萨琳娜12日出席 陽光基金會公益活動 進來粉紅泡泡滿滿的她 男友這面罩 才因黃之交生日宴以外曝光 事前撥光給男友心理建設 我室友一直給他一些心理建設 不然有一天你真的怎麼樣被拍了 可能媒體的言辭 或是網友的言辭比較嚴厲一點點 就是說你不要 不要往心裡去這樣 然後也千萬不要被激怒 過好你的日子就好這樣 他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就是都很淡定 好像可能他很自信吧 我覺得要不要大家試著傷害他看看 好啦開玩笑 因為我有跟他講 我說你也知道你不是那種 典型的帥哥長相 你知道我就會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說喂 我說對對對你的帥 但你的帥我都懂 泡鐵的互動不值這些 小兩口的日常實在是有點Q 就是最近有一個韓劇叫什麼 2125還是2521 看到那個CD Player 他說我曾經有 也是有那個CD Player 放三張CD的 我曾經裡面三張都放的是你們的 SHE的 他應該就前面啦 因為他不知道他第幾張之後 好像就長大了 就看清楚 就不再追星 不是追星 不再迷 看到CELINA幸福的笑容 真的太為他開心啦